大家好,我是李沐阳,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4号星期六,亚太时间是5月5号星期天 有知情人爆料,每一大高速塌陷至少是造成了54人死亡 所有家属全都遭到了控制,不配合当局就不公布 但是这起巨大的人祸事件,在网络上却越来越没有消息了 取而代之的是刷屏的20多天前自杀的胖猫 网民点外卖,寄托哀思,但是商家却送出了空纸袋 今天是五四运动105周年纪念日 习近平在昨天呼吁要广大的中国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要求他们听党话跟党走,做有理想感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青年 看来被美国警察抓捕的华裔女孩刘丽君应该是紧跟着习近平要求的年轻人 刘丽君就是昨天火爆全球网络的那名被抓的女孩 在昨天凌晨的清场抓捕行动中 美国警察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抓了210名抗议示威者,刘丽君就是其中之一 最初知情人表示刘丽君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到美国留学 据知情人爆料,刘丽君是陕西同川人,是一名中共党员 但随后又有人表示,刘丽君并不是人大毕业,而是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系 有网友还po出了刘丽君的网页截图,直观从脸型来分辨,两人有几分相似度 我顺着这两条线索去查,但是非常遗憾,都没有查到任何资料 所以没有办法确认真伪,也不敢确认刘丽君是不是就是那名被抓的女孩 我在推特上发出了一个求证的帖子,然后有一位网友给我回帖 刘丽君,同川三里洞煤矿,矿长女儿 公开资料显示,陕西同川三里洞煤矿,这是同川矿物区最早建成的煤矿之一 1957年投产,据说是当时西北五省第一座现代化的矿井 但是1999年11月,三里洞煤矿停产,到2000年就宣布破产了 另外同样非常遗憾,我也没有查到关于三里洞煤矿历任矿长的信息 不知道刘丽君的父亲究竟是谁 所以也不能确认网传的刘丽君的父亲是不是矿长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三里洞煤矿在二十多年前已经停产了,破产了 网友仍然能提到这个做股的煤矿是否增加了几分可信度呢 当然了,我还是需要各位知情人能够提供进一步确证的证据 但是中共对美国的渗透,这一点大家都是清楚的 尽人皆知 我们不清楚刘丽君跟中共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的行为的确比较符合习近平对年轻人的期待 所以我们需要帮助刘丽君 让他更快的被习近平了解并重视 这么听党话跟党走的年轻人 这么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青年 得帮他实现理想 现在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您的礼物是准备好了吗? 蓝莓优品联合品牌商家正在推出母亲节让利促销 据说参加活动的产品价格比黑五还要低 520之前大家都可以选购,网址和订购电话都在视频下方 今天看到网友的爆料,截止到昨天凌晨5点半 广东美大高速公路坍塌事件中已经发现23辆车的残骸 实际死亡人数是54人还有30人受伤 但是官方仍然没有进一步通报 没有更新数字,还定格在23辆车亡48人 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当局通报这次特别重大事故的伤亡人数 是一点一点往上加的 先是1人死亡,30余人受伤 然后变成了19人死亡,30受伤 接着是36人死亡,30人受伤 最后变成了48人死亡,30人受伤 这样的通报方式 开始以为是伤者到了医院之后抢救 但是没有抢救过来离世了 当局这样的通报方式 开始让人以为这是伤者到了医院之后进行抢救 可是没有抢救过来才离世的 如果真的这么认为的话 那么事实上我们就都被骗了 因为高速公路上有摄像头 只要查看录像 那么有多少车子在事发路段 这是完全可以知道出事的车的数量的 那么为什么当局通报伤亡数字 像挤牙膏一样 一点一点的往外出 一点一点的往上涨呢 原因是当局对罹难者的家属 进行了维稳 谈妥一家公布一辆 如果家属不配合当局的话 不按照当局的要求去做的话 那么他们就不会在通报罹难者情况上 网上增加数字 通报中不会增加这样的情况 有一个疑似同学群的聊天记录截屏显示 有一个成员对所有群组成员表示 霉大高速坍塌事件导致李华盛一家四口 在事故中去世了 在寻找过程中 李华盛和老婆表姐坐在前排 烧的还能认出来 他老婆和两个小孩 由于坐在后排 在爆炸过程中面目全非 小的女儿太小 烧的收缩 现在还得进一步 通过DNA验证 帖子中继续说 家属都安排在交通酒店等待进一步尸检 李华盛的妈妈现在自己都没办法照顾自己 她的弟弟还没结婚 一个人在那里面对这么大的事情 善后的工作人员都是把家属独立分开 怕他们拒终闹事 发帖人还表示 有在老家的同学 如果可能的话 可以过去陪一下李华盛的弟弟 给他壮壮胆 毕竟只有他弟弟这一个家属 发帖人还公布了李华盛弟弟 李义胜的手机号码 从这个帖子的内容 可以得知 当局把所有罹难者家属 都是集中在交通酒店 进行了集中控制 但是又让他们分别独立 彼此之间不能有接触 更不能相互联系 原因就是怕家属们拒重闹事 所谓的拒重闹事 实际上就是向当局要真相追究责任 而到目前为止 在媒体上我们没有看到 任何一位罹难者家属的发生 原因就是他们被看起来了 没有发生的机会 另外也是因为大陆的媒体 都不敢对家属进行采访 因为他们要弘扬主旋律 他们要讲好中国故事 他们要报道政治正确 他们必须要讲述正能量的事情 昨天我就指出 中共当局又在丧事喜办 用百姓人性中的善 掩盖中共的邪恶 以百姓个人的善行 来转移人们对人祸的追责 今天多家大陆媒体都在报道当局 奖励货车司机王向南的事情 王向南就是那位在事发现场 当机立断将自己的冷藏货柜车 横在了马路中间的河南司机 他的这个举动拦下了四五十辆车 因此有许多人得以逃脱死结 官媒报道 为了表彰王向南的善举 中国志工发展基金会和一汽解放汽车 共同颁发一万元人民币对他进行表彰 这当然需要报道 虽然钱不多 但是人性中的善是需要我们弘扬的 但是却非常明显的有一点 当局是在用这件事来麻痹人们的疼痛 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不仅如此 大陆热搜榜出现了更离谱的一件事 4月11号跳江身亡的胖猫事件 从梅州高速人祸发生之后 热度突然在网络上越来越高 到今天已经是刷屏了 完全压过了梅大高速这起人祸事件 我这里首先要说明一下 并不是我不同情胖猫 他的离世也是非常值得同情的 那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他的离世对他的家庭冲击也是非常大的 胖猫事件 我稍后会详细说 大家现在先接着往下看 就知道这起事件是有多么的让人气温了 但是这里我得先把话说完 我是说不应该用胖猫事件来掩盖至少54人死亡的 梅大高速公路这起人祸 看微博的热搜榜 连胖猫事件中的各个细节都被推上了热搜 占据了前50条 而梅州高速公路死亡54人 到现在我们知道的罹难者名字 却是少的可怜 至少54位罹难者 除了民间传出极少数他们的名字之外 到目前为止官方没有通报过任何一个罹难者的姓名 在官方的通报里面 他们都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 甚至有的连数字都算不上 不论是死亡的人数 事件的恶劣程度 或者是事件产生的影响 亦或是它的时效性 应该说梅州高速公路的人祸事件 都远远的高于胖猫的离世 但是我们看到的热搜榜 却没有梅州高速公路事件 完败在了胖猫脚下 非常明显 有人不希望我们看到 关于梅州高速公路的消息 不希望人们关注梅州高速公路这起人祸事件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没有其他的那些有影响人物的丑闻和绯闻 所以他们就安排我们看到胖猫事件 哪怕是二十多天前的事件 也得让我们看见 也得把梅大高速公路这起事件给压下去 这种做法是非常邪恶的 对罹难者 对伤者 以及对他们所有这些事件当中的受害者的家属 都是极不公平的 那么这个胖猫究竟是谁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现在我就跟大家来说这件事 胖猫这是一名湖南的年轻人 年仅二十一岁 生前是游戏王者荣耀的带恋 也就是收费替人打游戏的人 胖猫是他的网名 4月11号胖猫突然在重庆长江大桥跳江自杀了 前天胖猫的姐姐刘某在可可睡不着这个账号下面发文 表示整里地里一幕中发现胖猫在两年之内省吃俭用 没日没夜的工作 只是为了给他的女友钱花 资助女友开花店 就在跳江自杀前 还给女友转过去6.6万元人民币 胖猫生前 共给女友转账51万元人民币 而他自己却只点了10元的外卖 为了女友 胖猫还专门搬到了重庆 但是最终女友背叛了情感 胖猫走上了绝路 根据可可睡不着的帖子 胖猫的女友是一个叫谭竹的27岁女生 两人在两年前开始谈恋爱 谭竹表示不喜欢异地恋 于是胖猫就从湖南搬到了重庆 但是谭竹不想过早同居 胖猫只能在外自己租房 天天挣钱给他花 据说两人约好 准备在今年5月去领证 但是今年3月谭竹过生日 胖猫给他买了手机和其他礼物之后 就开始对胖猫冷暴力 上个月提出了分手 胖猫发现谭竹还有其他的追求者 眼见挽回无果 在4月11号跳进了长江 可可睡不着表示 弟弟在跳江前还给谭竹转过去6.6万元 并在他的花店买了价值780元的鲜花作为礼物 在可可睡不着公布的聊天记录显示 谭竹对胖猫几乎是有着无止境的索取 帖子中写道 无论是吃烤肉打疫苗 还房贷 烤驾照 买车 打乳腺疫苗等等 这些费用 他都毫不客气的伸手要 有时甚至嫌钱少 胖猫给打过去520 他却要5200 可可睡不着表示 准备打官司 希望能追回弟弟所有被骗的钱款 对可可睡不着的说法此前谭竹一直都是沉默 没有做任何回应 但是昨天突然发了个帖子进行了公开回应 表示已经退回了最后的两笔大额转账 共计是13.6万元 而且还表示两年来一共只用了35万元左右 这起事件 其实从表面来看 就是一起涉及恋爱钱财的这么一桩轻生事件 是不是还涉及到其他问题 目前我们因为不是法律工业作者 所以也不好下断言 如果谭竹确实存在着利用情感骗钱的嫌疑 起码他会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谴责 仅就这些情况 应该说是不太可能在网络上发酵不断的 但是在可可睡不着 抛文之后胖猫成了热搜词 因为又延伸出了另外的一件事 可可睡不着将事件曝光 网民们惊讶于胖猫和谭竹之间的这种剧烈反差 对女友是百依百顺毫不吝息的转账给钱花 而自己的日常生活却十分辛苦 只点十元的外卖 有病了也舍不得花钱一致 网民们对胖猫表示同情的同时 纷纷自发的点外卖送到重庆长江大桥 以表达祭奠哀思 其中有奶茶鲜花还有胖猫生前喜欢吃的麦当劳汉堡等等等等 但是令人错愕的是 很快就有人发现了 各地网友花钱点的外卖 一部分竟然是空袋子 纯净水并不是饮料 其中涉事的门店还都是一些知名的品牌 其中包括密雪冰城 茶百道 华莱士 纽约宝 猪小小螺丝粉等等 这些餐饮商家的行为 引起了网民们的不满 有人将胖猫的遭遇形容为 生前被女友骗死后被商家骗 昨天 茶百道 华莱士 猪小小螺丝粉等这些品牌 分别发表声明 对相关的订单给予退款和赔偿 这起事件 重庆当局的反应很迅速 渝中区市场管理局今天对外表示 对送空袋子的这些门店已经介入调查了 于是这起事件就成功的被摆上了热搜 也占据了大陆诸多大小媒体的显要位置 设施商家在送外卖方面的欺诈 其实不过就是要钻一个小空子 他们可能以为反正是用来祭奠死者 寄托埃死的弄虚作假不会被人发现 即使被人发现了也不会被人追究等等 说白了就是想图钻个小利的空子 省下那么一点点的成本而已 商家缺乏诚信做这种贪图小利的欺骗 显然是对离世的胖猫不尊重 也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同时也是对网民情感的一种伤害 但是这些都只能从道德情感方面来进行谴责 而且有市场管理部门对他们要进行处罚 其实商家搞欺诈这种事情 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非常普遍 可以说比比皆是 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相比其他的各种恶性案件来说 这起事件根本就算不成什么事 如果在以往人们议论几句也就过去了 最多也就是表示再也不买他们产品了等等 但是这起事件遇到了 梅州高速公路人祸事件 这桩中共国企联手制造的豆腐渣工程 至少吞噬了54条生命 还有30位伤者 这已经成了当下最大的一桩事件 对这桩巨大的人祸 当局必须得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所有的商者和市者的家属们 以及千千万万的纳税人都需要知道真相 63.1公里长的公路 却花费了56.37亿元人民币 平均每公里近亿元的钱 花在哪了呢 为什么高昂的投资之下 为什么都是中共的国企在操作运作 仍然能打造出豆腐渣 当然了如果当局真的要查呢 进监狱的中共的官员和各个利益相关方可能有很多 进监狱的可能就得双位数以上 但是所有的这些人都跟中共当局 跟中共的地方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在共同谋财害命 而且每个人的背后都牵连着中共 所以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不可能抓他们 最多就是扔出那么一两个小的 没有背景的替罪羊 以平民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胖猫罢平了 他不仅遭到了商家的欺骗 还遭到了中共和各家媒体的消遣 如果胖猫权下有之 我希望他可以和每一大高速人 获得54条生命一起去向中共 和中共的各级官员们去讨债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留言并订阅 同时加按小铃铛 如果大家愿意资助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最后提醒大家 蓝莓优品这是我长期合作的伙伴 我可以用我的信誉担保 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正品保真 包括真黑染发护发乳 亚波罗牙粉等等 Nitromia的系列产品 还有各种化妆品保健品 以及茶叶等等 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希望大家放心的选购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周一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